外币福袋最少20张以上 你再看一下这个面值 个时百千万十万 这还不雪赚 我已经买来了 一眼又看到了这张5000的 上次好像也开出了这张 5000朝鲜元我记得蛮值钱的 你看 一张就值38块8 总共才花了29块8 这一张就赚了9块 剩下这些还不赚翻 我们来看一下 我去 他没有那个独立的小包装 我不认识啊 这三张我好像见过 应该是蒙古币吧 但这个数额怎么全是零啊 这里有 20 130 看130多少钱 2毛8 看一下还有没有认识的 这个应该都认识吧 越南盾两张 一张背后是工厂 一张背后是大象 3000越南盾应该值不少钱 8毛9 矿泉水都买不到一瓶 就离谱啊兄弟们 不认识也不要慌啊 我们可以拍照搜索 这张是 免元 两张总共是70 2毛4 2毛4加上0.89 再加上开始的2毛8 1块4毛1 总共20张 29块8 大概就是1块5一张 那这7张10块5 就亏了9块钱 那这张1万的 该挽回点损失了吧 这是一张俄罗斯卢布 只值5块8吗 不能够吧 这可是1万的 这不是价值1154 所以问题出在哪了 这两张纸币挺漂亮的 也是同一个地方的吧 前面都是竖着的头像 后面只是两种动物 一种鸟 这是啥 背 我也不认识的 尾内瑞拉币 还值15块呢 不会吧 12 诶 怎么是0啊 是因为太不值钱 所以不显示吗 这完全没有诶 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 一比十亿 原来是破产啊 这张10块的是印尼币 好精致哦 看一下 诶 怎么也是0 100才能对5分 那10块就是 五厘 这张正面骑马 背面是个徽章的500 是乌芝别克斯坦 货币名叫索姆 500看一下值多少 三毛啊 这张200的 这是一只什么动物 还有一个冷脸 哦 徽章跟刚才好像是一样的 哦 是一起的 那500的三毛啊 200的就是一毛多一点 两张一起差不多 够买个棒棒糖 这张巨蓝也是卤布 但一个5块 一个1万 这也差太多了吧 而且这个样式感觉也不太像啊 最后又是一堆的朝鲜员 加上开始这张的话 总共就是1万1 价值85块三毛六 但这玩意很有可能 是不流通的纪念币 你懂我意思吧 是不流通的纪念币